接下来我们来看知道的问题 一分子乙醇和三分子氧气作用 产生两分子二氧化碳以及三分子水 同时加上热量Q 而其中反应乙醇的部分有液态以及气态不同 产物水同样也有液态以及气态的差异 所以我们可以确认一共有四种排列组合情形 而这四种情形产生的热量分别为Q1、Q2、Q3以及Q4 题目询问我们下列热量大小关系 哪些叙述是正确的 一共有五个选项来让同学进行判断 首先在进行判断以前 我们要先有这五个概念 第一点 以醇与氧气作用产生二氧化碳还有水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燃烧反应 而燃烧必为放热 因此ΔH小于0 所以我们可以确认 Q1到Q4的量值为正数 第二点 既然次反应为放热反应 那么就代表 反应物的总能量会大于生成物的总能量 第三点 对同一个物质来讲 气态的能量会高于液态 会高于固态 第四点 这四个反应呢 除了涉及到化学变化以外 同样也涉及到了物理变化 而一般来说 化学反应的能量变化 会大于物理反应的能量变化 最后一点 背点越高的物质 默契化热也就越大 好 有了这些概念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进行解题 一般来讲呢 这一类的提醒 我们常常使用能量图来进行说明 从前面我们可以知道 乙醇与氧气作用 生成二氧化碳还有水 这是一个常见的放热反应 所以反应物的能量 会大于生成物的能量 而由于此反应呢 为化学变化 所以能量变化的量值相对是大的 而其中呢 反应物乙醇 有液态以及气态不同 我们得知 对同一个物质来讲 气态能量会高于液态 而两者的能量差 我们可以将它视为是 乙醇的默奥气化热 在产物的部分呢 水蒸气的能量 会高于液态水的能量 而这两者的能量差 我们可以视为是 单分子水的默契化热 所以因此如果我们假设 乙醇和水的默契化热 分别为X和Y 由于水的沸点是100度C 高于乙醇的沸点78度 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确认 水的默契化热也就是Y值 会大于乙醇的默契化热也就是X 既然Y会大于S 那么当然3Y也会大于X 所以我们可以很快地在能量图当中 迅速地找到这四个线段的相对高低位置 接下来我们把Q1到Q4的能量变化 填到对应的情况之后 我们可以很快从图形当中比较出来 Q3会大于Q1 大于Q4 大于Q2 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为C 猪1 不知道同学你答对了吗